大家好,我现在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模具的那个安装和调试视频 首先我们第一步是把那个段子穿到过了板里面 然后段子是经过这个 上盖板这个中间这个这个缝隙里面的 然后让端子保持盛上,这样端子就穿好了 然后再把端子过料板装到这个磨件上面装进去 首先这个端子的料袋要对好 切到做的这个缝隙 好,料袋已经穿进去了 然后再把这两个螺丝锁起来 固定螺丝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端子 送料是不是正常的,首先我们把这个端子放到刀口的下面下方 然后把这个鸭蛋螺母把端子压死,放下来把端子压死 现在这个端子跟刀片的位置没有对好 正常情况下,外刀是对着压线皮的那个地方 内刀是对着压线心的这个地方 然后现在端子它向右边,我们可以向左边调的话 就是把这个锅料板这两个螺丝 松掉 来整体移动这个锅料板 这样这样,这锅料板螺丝松掉是可以左右移动的 整体移动锅料板,把端子 线皮和线心的地方对整刀口 然后再把它锁死 现在这个端子是对好的刀口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送料 送料爪是经过料带的孔 一定要经过料带的孔,它可以正常送料 那现在我们这个送料爪是调好的位置 我们就不用动它,它这个送料爪螺丝 送料爪它是固定螺丝,它这样是可以松掉 是可以控制送料爪的左右摆动的 这个螺丝 把锁死 这个调节螺丝 这个固定螺丝松掉以后 是可以调节送料爪前后移动的 这个调节螺丝 这样这个端子调试基本上完成了 走吧 咱 Charlton 似媙 。